多少人在今天已经成了残废? 多少人在今天已经失去了自由? 多少人在今天已经家破人亡? 六十点你有你的生命观? 我有我的生命观? 我不干涉你。 只要我能, 我就敢化你。 如果不能, 那我就认命。 六十一点你希望掌握永恒。 那你必须控制现在。 六十二点恶口永远不要出自于我们的口中。 不管它有多坏, 有多恶, 你欲骂它, 你的心就被污染了。 你要想, 它就是你的善知识。 六十三点别人可以违背因果。 别人可以害我们, 打我们, 毁谤我们。 可是我们不能因此而憎恨别人。 为什麽? 我们一定要保有一颗完整的本性和一颗清静的心。 六十四点如果一个人没有苦难的感受, 就不容易对他人给予同情。 你要学救苦救难的精神, 就得先受苦受难。 六十五点世界原本就不是属于你。 因此你用不着抛弃。 要抛弃的是一切的执着。 万物皆为我所用, 但非我所属。 六